哇 昨天晚上泡的黄豆 你看这黄豆 特别漂亮 饱满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网友们好 亲戚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今天早上起来呢 特地要给两位忠实粉丝 做点这个豆浆 自己做的 好 Let's go 昨天泡完了呢 咱们先把它洗洗啊 稍微洗洗 因为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杂质灰尘 把这个杂质敲出去了 这豆子非常好 你看 洗两遍 这个小松啊 小的时候啊 就在这个 我二大妈啊 他们那老做豆腐 所以这个豆浆 不知道怎么弄啊 人生三档 撑干打铁 做豆腐 这个把它挑出去 没事 是吧 嗯 然后呢 再洗洗啊 洗干净啊 打水来清洗啊 然后咱们开始要炸了啊 现在这个步骤很重要了啊 打浆 用这个炸汁机就行了啊 把这个豆子放进去 因为打浆机你这么大肯定打不了 所以得加水啊 所以就先放一点啊 不要太满 因为它太满它打不了 太多也不行 然后加水 吸溜溜的啊 加过它 加过它的 差不多 差不多一倍吧 这个水 差不多 这样打起来 它都能打碎 你看基本上都碎了啊 过去这个小松做豆腐啊 四点啊 凌晨四点就得起来打浆啊 那那种机器啊 它最过去的打浆都是用 人人来那个用石墨啊 或者是用驴啊 所以它幸福 好了 这就来继续 把它都打完啊 也很快 其实 好 现在加热 这加热的时候得注意两件事 一定一定是 这样让它转着 转的目的呢 就是怕它那个锅底啊 它糊锅啊 还有一个就是 一定要注意它开锅的时候啊 赶快关火啊 特别要注意啊 因为它这个 开锅以后 它很快就要冒出来啊 这个时候要盯着啊 慢慢的稍微动一动吧 这个非常浓啊 这个豆腐 现在温度慢慢升高了啊 上面就开始飘这种墨啊 可以把这墨先打下去啊 因为这个咱们也喝不了啊 这个时候就一定不能离开这个锅了啊 这个再离开的话 等下一开锅就全冒出来了啊 几秒钟就能冒出来啊 把这面墨打干净 我闻着豆浆的香味了已经啊 闻着豆浆的香味了已经啊 为什么老的脚呢 就是说怕它糊 锅底糊 锅底糊呢 它这个有这糊味啊 这个豆浆就不好喝了啊 没有那种纯香的味道 所以得不停地搅一搅 你看这个马上就要开锅了啊 开始要沸腾了啊 有点像欧洲是吧 哼 现在其实已经要开了啊 开锅了 你看它长得很快 你看 你看这块长起来了吧 赶快点关火 这就熬制成功了啊 咱们等一下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过滤啊 过滤豆浆了啊 可以喝了啊 先这个用这个筛的啊 操操的先过一遍啊 然后再过一遍 细的啊 你看 哎 这就下去了 咱们可以看一看底下怎么样的情况 你看 其实过出来这个豆渣子啊 过去都是吃的啊 这个物资缺乏的时候啊 后来呢 都是我小的时候都是喂猪啊 喂牛喂羊啊 这可是好东西 喂牲畜啊 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养猪啊 猪喂猪 豆渣啊 这豆渣也是 其实口感不是那么好吃啊 但是过去人没有物资缺乏就吃这个啊 好慢慢过啊 慢慢把它过滤掉 好看看这锅底就没有糊的啊 如果你不搅动的话 它就一层糊的啊 所以这糊的那个味儿不好喝啊 你看过滤出这么多豆渣啊 过去呢 这都得碾一碾啊 都得把它整个的汁都给榨干了啊 然后再喂猪喂牛喂羊的啊 所以再按一下 按一按啊 你看这还有点汁的 你看 豆渣 这叫姜 你看这要喂这个牲畜啊 这个非常好的养料啊 肥料 那还有 还有点 这边还有一点 你看这豆浆非常浓啊 然后咱们再用这个纱布再过一下啊 纱布啊 好 我们这样 你看 它就更过滤的更细致了啊 这个豆浆就是 特别浓浓的纯豆浆啊 放一点糖啊 看看 多放 我放 好了 过滤好了 咱们在最后加热一面 然后加糖就可以喝了 这个你看豆浆 一看就看得出来特别浓 它浓的一加热的时候 它表面上会起层豆油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吃的那种豆皮 现在就没有任何杂质了 非常棒 这就马上要开锅了 如果要怎么做成豆腐呢 就是需要这个点卤的过程 点卤完以后呢 就是这个豆浆就会变化 变成这种豆腐脑 然后把豆腐脑过滤到水 把水过滤出来就是豆腐 所以这个就是豆浆 好了 这个开锅了 你看 开始要沸腾了 好了 二次开锅 嗯 行了吧 好了 赶紧关火 这个时候咱们就加糖了啊 好 加糖 这个豆浆加点糖啊 这味道就特别又甜又香 特别好喝啊 绝配啊 豆浆油条啊 这刚炸出来的油条 非常鲜啊 怎么样 还行 自己熬的豆浆就会香 油条 自己熬的豆浆啊 就是不一样啊 嗯